2008年1月孙道林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看起来非常的安详 仔细看遗像中的孙老 身穿白色西服身上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帜 潇洒不见当年 众所周知孙道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也是杰出的中国电影艾卡艺术家 他在1948年走上荧幕主演了近20部影片 如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艾卡 南岛风云艾卡早春二月艾卡雷雨等 塑造了许多经典荧幕形象 他的表演才华和勤奋努力让他 成为当时备受推崇的电影明星 他以其深刻而富有张力的 表演技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尊敬和喜爱 他所塑造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 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他的离世是影视界的一次巨大损失 但他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